那这一次欧美重伤 事实上日本的疫情外界也还在发展 但是事实上欧盟的主席 他们认为欧洲也需要马歇尔计划 当年二战结束后 马歇尔计划是帮助欧洲复原的 对我们看到这一次武汉肺炎的疫情 在全球都这个酿成灾情 那这个不只考 这个考验每个国家政府的应变能力 事实上也是考验着 就是说所谓国际组织 它的这一个价值跟功能能不能发挥 但是我们看到有两个国际组织 在这次的疫情过程中 是似乎是有点失能的 第一个当然是WHO 它的这个疫情通报 这被为人诟病 那中国黑手伸进去 那这个等于说他没有扮演好 他应该扮演角色 那第二个就是说 欧盟这个组织二战之后 那对欧洲来讲 欧洲一体化一个很重要组织 这一次很多欧洲国家都是重灾区 那甚至都认为说 欧盟似乎在这一次的防疫过程中 他也相对失能 特别是一开始 三月初那时候 开始疫情在欧洲延烧的时候 那时候欧盟并没有出面去扮演一个 包含口罩的这个调配的一个任务的 分配的工作 所以变成各个欧洲的国家 回到主权国家的形态 变成通通靠自己 那自己想办法去买去弄 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欧洲 好几国特别是重灾区 西班牙法国意大利 都对欧盟是这个 这个有所延迟批评的 那现在就是说 好这个疫情已经烧到一个程度 他们现在要看未来 未来欧盟的这个经济的发展 会不会受到打击跟影响 想必是会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天连续 除了欧盟的这个执委会主席 还有包含这个重灾区的 这个西班牙的总理 桑杰斯 那他事实上也提出说 是不是应该比照二战之后 美国援助西欧的 这个马歇尔计划 成立一个新马歇尔计划 去援助这些所谓 这一次这个受灾 都很惨重的这些欧洲国家 但是我们去研究之后 发现说新马歇尔计划 事实上它的本质上 跟过去美国帮助 这个欧洲的这个马歇尔计划 事实上是有区别的 新马歇尔计划 如果要用比较简单的言辞一句话 一言以蔽之 就是欧盟国家的债务要共同化 债务共同化就是说 我欠的钱你要帮我还 大家一起还 那意大利跟西班牙就解脱了 对 那事实上这个已经算是一个 就瓶装心酒 因为这个议题 事实上先前欧盟已经谈论过 那欧盟有28个国家里面 19个国家事实上先前 就已经提出这样的呼吁 不过像德国荷兰这些国家 他们本来是反对的 就是说他们认为说 为什么你的债我要帮你还 那所以像欧洲之委会主席 他这次是谈说 如果要这样做的话 当然呼吁欧洲要 这个欧盟要团结 但是如果要这样的做 情况之下 欧盟各国要先增加欧盟的预算 那所以这当然很多国家 也不愿意啊 我希望你帮我还钱的情况 你又要我先出钱 所以这样的这个新马歇尔计划 会不会有一个成果 我们不晓得 但是我们谈到说 二战时候那时候 这个美国对于 这个欧洲的这个援助的马歇尔计划 当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特别是二战之后 我们知道西欧国家 很多被二战的战火摧残 他的基础工业跟经济发展 基本上是停滞 根本没有办法继续的 所以美国那时候 美国是当初在二战 他也是参战的比较晚 那特别是 他如果不是因为 珍珠港事变的话 他根本不愿意参战 那所以他晚期参战 那有一个他最大的优势 就是说他美国的本土 他并没有受到战火的摧残 所以他当时为因应这个生产 军备所用的这些工业 在战后 他就全部转为民生 这个产品的这个生产 所以变成说美国事实上 他也是因为二战 才真的大国崛起 那所以美国当时有这个优势 也有这个余力 可以协助西欧 所以那时候在那个时间点 他从1947年开始 到1951年韩战爆发之前 短短四年的时间 他援助了欧洲将近 130亿美元 那换算成通货膨胀 算到现在有人去评估 大概将近1500亿美元之多了 那那笔钱对于欧洲的这个重建 事实上的确有非常大的帮助 刚开始让这个西欧这些国家 恢复到战前的这个经济 跟农业的水准 那甚至未来后头 持续20年的经济发展 都跟这个计划 有很大的这个帮忙跟贡献 不过这个计划虽然叫马歇尔 事实上不是当时的国务卿 马歇尔提出来 那时候事实上是他的这个 幕僚重要的知识 这个国际关系的重要学者 乔治肯南提出来 那乔治肯南当时被认为说 他的确非常有先见之明 因为在战后那时候美苏关系 还没有撕破脸的时候 他就已经预判到 未来国际的体系会两极化 会走向美苏的这个冷战跟对抗 所以他有提出所谓的围堵的 这个政策也就是他发明的 所以他的这一个 马歇尔计划对于欧洲来讲 事实上也是促成后来 欧盟的这个出现 甚至北约的催生 因为这样的一个计划 让欧洲打破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主权国家的界线 那在经济上甚至政治上 进一步的去统合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西欧的一个国家 那只是说现在美国 当时是由美国来援助 那美国当时有余力 那这个新马歇计划 他们并没有提出说 要美国援助 他们是希望欧盟自己来 来互相帮忙 不过看起来 这个梅克尔他在隔离完之后 出来也针对这个事情 有发表他的谈话 他说现在欧盟就已经有一个 将高达四千亿欧元的 这个救助基金 他运用这个基金就好了 是不是要债务 这个欧盟的债务要共同化 他认为要进一步考量 那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去观察 就是说事实上患难见真情 欧盟的这个功能 是不是能够发挥 也在这一次 就可以看得出他的这个底线